兩好三壞 打到了中外野方向 這球郭天信追過去 沒有辦法追到 這次安打出現 要來清磊了 一口氣是打回了三分 這是一支三分打點的二壘安打 運氣不錯 就感覺我現在在打開 運氣還算不錯 有機會可以掌握到 有好的接應 他前兩次也打不好 但是有在嗆時的時候 一棒可以打回來 那就是第四棒的價值 前面基督先保送 然後就想說其實 就是從選球心做好 因為畢竟對方是年輕的投手 後來就是兩好球了 那就是積極去進攻他的直球 然後就是好球高一點的 球比較進攻 這球拉到了左半邊 落在界內 嘉明其實對今天的投手 他的對戰成績是不錯的 我想說如果威城有上壘的話 第二棒 類似兩支安打 可能我們一局就有比較 有大局的可能性 因為想說後面是三四棒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 面對我的機率會 就是會跟我拚的機會比較高 因為畢竟 三四棒長打機率比較高 對然後就剛好又槍施 然後又剛好打回來這樣 對還蠻開心的 感謝隊友 其實也幫忙準備 那打機也有幫忙打回來 所以我們可以拿下金的三弟 感覺後面已經七八局 把他撐過了 我都已經力氣都把他用完了 我覺得後面開始的球 會開始慢慢的沒有那麼有威力 那所以當然 因為防賽比較好的話 中防賽可以馬上就壓制他們 那雖然說最後一局 那也不可以去冒險 每一場還是都很重要 那就是可以拿下來 我們就是打完穩穩拿下來的 球迷會去 給你一個評價 那讓自己投球的話 就是要給讓大家去評價 你的投球好不好 那那 那這是賽程上的排定 那我們自己也不知道 我們會怎麼去設定納彈 但 這樣說 這樣這次當你排 每個禮拜第一場 那也就是好準備比賽 其他什麼評論 就是 都可以透明 你 都可以 你 好 那 我們 你們